嗨大家好 我是台南站所地區營運主委曼玲 这是我们台南站所2021年线上社员大会的影片 透过线上发布的方式 大家没有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在接下来会跟大家报告 我们台南站所2021年举办过的活动 料理课举办过三堂 由我跟姨池一起带大家来做 生产者面对面我们邀请了 看天铁锅大哥绿藤保养 金春应家果油还有茂林快乐组复旦 非常的希望在生产者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的社员都可以多多来参与 因为唯有你了解我们的生产者 怎么做在做什么 你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支持我们的生产者 站所都还有编织工艺课 我们帮助的对象是博大你 同时呢我们这一届的区会呢 成立了珍爱厨房协助站所减少耗损 我们做了刚看到的盐草花生 然后还有站所茶叶蛋大家一起动员来做 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因为我们想要举办更多元化的课程活动 我们还有生活的美学 所以邀请了嘉宜老师来为大家上 有生花一课不雕花的盆草制作 这一堂课呢大家也上得非常开心 纷纷询问还会不会有下一堂 会啊当然会 明年拭目以待 那接下来看到我们站所试吃推广也做了两场 怡婷做得非常棒 她的地基金是用来煮粥 她也把食谱都放在我们的赖群组 大家都可以随时去看 接下来看到五月的时候 我们举办了一个妈妈我爱你母亲月活动 其实原本是计划呢 时间到的时候我们要在站所二楼 来一个舞狼下午茶的模式 展示孩子们的作品 因为我们很重视孩子跟妈妈说 我爱你这个活动 可是一下子进入了三级警戒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么做 但是我相信明年我们会有机会的 在这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们 对妈妈表达的爱 在四月的时候呢 我们台南站所举办了一个生产者之旅 带着大小朋友所牵手 来到熬谷师弟找看天田郭大哥 泰康有机园区陈家庄采桑胜 到看天田去找郭大哥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你看这边大家在抓虫 郭大哥在让我们看 玉米上面的秋行军虫 今年的玉米的虫害非常的严重 所以今年的玉米都欠收 如果有看到呢那都是福气 接下来看到五月份 我们就进入了COVID-19的疫情的三级警戒 真的一下子 疫情就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来不及应变 来不及做很多事 看到我们的站所 几乎在中午以前 就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光了 看到我们的四季大哥 就是不停的卸货搬货卸货搬货 站所人员也是 这一段时间呢 或许我们做的不够好 不过我相信我们都会再努力再成长 台南站所感谢您的支持 也让我们一起用共同购买的力量 来改变世界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